七月最火的人就是刀狼了吧 在这最火热的夏天里 他带着新歌席卷了整个音乐圈和网络 网友们带着《复仇论》解读 《罗刹海事》嗨了好多天 约有七百万人去给纳英留言 当然 网红打卡地还有另外三个 谁能想到 率先坐不住 正面回应的人会是汪峰呢 汪峰发布了长达22分钟的视频 回应了关于他20年前对刀狼的评价 关于刀狼的新歌 关于他感受到的委屈 只是这回应很难被定义性质 像解释又像吐槽 像乐评又像自夸 由于回应太长 我分几个板块总结一下 然后你细品会发现 背后全是前台词 其实主旨就三个字 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回应 咱们想想 谁都说刀狼的歌是吴姐的死局 回应被骂 不回应也被骂 那汪峰当然要解释 自己为啥要回应 以企图打破僵局 不被骂 他在视频里解释的原话比较长 大家可以见下图 看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绕很累 不仔细想都不知道他说啥 对 他表达得非常含蓄 也可以说非常温和 他尽量让自己显得不那么重视这次的回应 也让回应不带任何尖刺 不被人挑出毛病 其实 他说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 20年前 我对刀狼怎么评价那是我的权利 反正我没有侮辱他 本不应该解释 但是看看孩子 家人 朋友 我为什么要被冤枉 所以我要开始回应了 开头这段 他就已经用前台词说了自己是委屈的 20年前评价刀狼是正常的 你们凭什么来骂我 重点回应20年前对刀狼的评价 读起来还是蛮绕的吧 他先说了 自己从未贬低过刀狼 对他没有偏见 然后接一篇文章 第一句就写错了 告诉网友们 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他 不了解事情的全貌 这样的评价 大家不要信 而自己20年前对刀狼的评价 既重要也不重要 因为今天要谈的是刀狼的新专辑 我觉得汪峰啊 不愧叫汪峰 他说话 真是一封又一封 山路十八弯啊 绕都能绕死你 什么叫重要也不重要呢 其实 根据他后面的表达来看 他真实想说的是不重要 因为都过去了 他今天要讲刀狼新歌的事 可是他又不能否定自己 不能在千千万万的网友面前 承认自己以前说错了 就只好说重要也不重要 况且 你轻描淡写一句不重要 就抹杀了当年刀狼的感受吗 他自己也知道不妥 所以这里只能用重要也不重要的矛盾体来表达 夸奖刀狼 为什么刀狼火了 他会被那么多人批 不就是因为他曾经说刀狼现象是流行音乐的悲哀吗 如今 这次回应 势必要往和解的方向走 你说 他除了夸刀狼 还有别的选择吗 他夸刀狼的专辑之前先有个铺垫 那就是夸刀狼这个人 他先说这二十年里关于刀狼的消息都是音乐的消息 这一点令人尊重 这里的前台词大概有两个 第一个是刀狼没有被封杀 二十年来是有音乐消息的 第二也承认了 自己又做导师又上各种新闻热搜的 但是刀狼指和音乐相关 对此表示尊重 单单从这句话来讲 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大概就是一群有着同一梦想的年轻人分道扬镳了 其中只有一个人继续闷头坚持梦想 其他几人大红大紫声色全马 有朝一日 这些人忽然看见 曾经的少年因为坚持梦想获得了崇高的掌声 他们几个开始感慨 哎呀 真的佩服你 能一直这样心无旁骛 我佩服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怀吧 单从这点来讲 汪峰心里是有数的 也算坦诚 接下来他开始点评夸赞 山歌聊哉里面 未来的底片 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不是罗刹海事 而是未来的底片 他要是能喜欢罗刹海事 才有鬼吧 然后用了很多专业知识来夸奖这首歌 哪里高明哪里好 本来夸就夸吧 点评就点评吧 结果汪峰后面忍不住还是当起了导师 他说给刀狼打分93分 不满95分 已经非常不错了 这他藏不住的优越感 藏不住的高高在上的身份 在一路的谦卑之下 还是暴露了 哪有评级的大师给大师打分呢 只有大师给晚辈 学员打分吧 而且他还说刀狼获得尊重 是因为一直在探索 一直在进步 咱不知道刀狼听了是什么感受 反正要是我 我真的会说谢谢您来 不小心透露朋友的情况 他给刀狼的专辑打完分以后 开始呼吁不要把一件事情歪曲变性质 意思是说 刀狼的歌是好歌 但是大家把他理解歪了 性质变了 导致我们有了困扰 他在视频里说 包括我身边这两天的朋友打电话 或者发微信问我 哎呀 这咋办 虽然汪峰没有说这些朋友是谁 但是咱就说 因为刀狼的歌 会和汪峰有同样烦恼的会是谁 不就是传说中的四人组吗 可见 这几个人表面云淡风轻 背后确实挺郁闷的 汪峰接下来又说了车咕噜话 意思是 他也不知道咋办 但是他该说还是要说 二十年前他没有看不起刀狼 一段话下来还是表现了满满的求生欲 求网友们不要误解他 替刀狼批评大众 在视频的后面 他的表达越发有趣了 他赞美完刀狼 开始批评网友 他说认为刀狼的专辑是讽刺和复仇的人 那是贬低刀狼 他认为把这种莫须有的观点 强加于大众的人是自己心里阴暗 他强调任何一种音乐 它是音乐不是是非不是道德审判 这些话乍一听挺有道理 挺高大上的 但是一想就不对了 如果刀狼自己回应说 我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 那没问题 但是汪峰作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居然站在刀狼拥躬的角度 替刀狼叫驱 韦时有点可笑和不伦不类了 另外 什么叫音乐只是音乐 不是是非不是道德审判 一个疑似被审判的人 呼吁这个有力度吗 我们从古至今 从诗经 楚词里的民歌 到汉乐府民歌 原曲 以及很多流行歌曲 大部分音乐都是在叙事吧 都有表达过含义吧 哪怕是在花园里挖呀 挖都有自己的意思吧 有含义就会有是非曲直 就可能有道德批判 作为一个音乐大师 堂而皇之的说 音乐只是音乐 不是是非 显然是狭隘的 山歌还会对唱对骂呢 这明显是给自己解围的托词 由于他说的话太多 每段都有前台词 分析起来篇幅太长 就到这里吧 反正最后 他向刀狼示好 意思是我是懂你的 懂你的音乐 相信你也能懂我 末了以前辈的姿态 表扬刀狼 加油 继续探索吧 其实用一句话 总结汪峰这22分钟播的视频内容 无非是向大众表态 我是夸奖刀狼的 我没有贬低他 你们千万不要攻击我了 再浓缩一下 主旨就是三个字 囚放过 那么汪峰真的冤枉吗 细看汪峰20年前的评论就知道 他确实有瞧不起刀狼音乐的嫌疑 他说刀狼的音乐是农村包围城市 大众看惯了精致才会喜欢刀狼的 还说这是音乐界的悲哀 当然 他有不欣赏的权利 也有表达看法的权利 如今 他开始用专业的东西表扬刀狼 说明他妥协了 不知道他是否在专业音乐方面真的认可刀狼 但至少说明他向市场 向听众妥协了 你可以说他没有顶流音乐人的风骨 向名利钱财妥协了 也可以说他胸怀宽广 不令于赞美新人 或者说 他现在肯打原场地夸奖刀狼 就是认了一半的错 这个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网友 我既不是汪峰的歌迷 也不是刀狼的歌迷 我向来是拿首歌好听就听拿首 那我感觉 汪峰这个做法有认耸的意味 妥协本身就是认耸 能理解 如今这社会 还有多少人能坚持着自己的坚持呢 可能刀狼算一个 毕竟 他二十多年前的梦想 就是唱歌解剖社会 如今 他依然在做 所以在汪峰发声后 不少人都非常支持汪峰 认为汪峰是真的热爱音乐 也真的拿出了自己的态度来回应这件事 在诸多压力之下 也客观地表达了自己对刀狼音乐的理解和态度 提出了喜爱的点 也提出了自己认为可以坚持的方向 是很不错的回应 而刀狼也从未说过自己的专辑发出来 就是为了讽刺和复仇 更多的 还是互联网上不同人的不同解读 当然 其中一部分人 或许是在为刀狼鸣不平 但也不乏有一些人 借此机会扩大矛盾 所以 小八也多次提到 不管在什么风波中 朋友们都应该保持独立思想 不要被人云亦云中迷失